抢国安立法 抢国安立法 五一国两制 香港各界称国安立法联合阵线 6月1日召开记者会表示 从5月24日开始 联合阵线在全港势力5400多个接站 共收集到线下签名183万多个 加上网络签名108万个 短短8天内 共有292万名香港市民 签名支持涉港国安立法 香港特局行政长官林郑宜额 香港多位司局长及社会名人 也带头上线签名 前国人大常委 香港各界称国安立法联合阵线召集人谭耀宗 形容此次签名人数之多是历史性的 这反映出涉港国安立法 是香港人民的共同姓声 我觉得这个反应非常好 说明人大这个决定 是深得香港市民的民心和支持的 因为事实上大家对于那些黑暴已经很讨厌 对于有人搞港独很反感 对于有些人颠覆我们国家 香港国家很强烈反对 所以大家都一起用签名的行动 去表达对国安立法的支持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工林会会长吴秋北表示 持续不断的黑暴 让香港民不聊生 基层市民生活深受影响 一国两制受到冲击 因此涉港国安立法及时起立 香港过去一年是突显了 国家安全的风险 那个暴乱是持续了一年 令到香港的经济民生 各样东西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以至到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权利 都是受到剝夺的 所以有个国家安全的立法 就可以防止这些叛乱暴乱 颠覆犯罪的情况出现 也都是捕障市民的安居乐业 社会安宁 以至到保障香港的一国两制 这个长期的繁荣稳定 对于涉港国安立法之后 在香港的实施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民进联副主席陈勇认为 做好对香港市民的普及和宣传很重要 我们看到现在大原则 大家都非常支持的 是合法合宪 符合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 具体接下来就是说 当落地实施之后 然后中间的一些细节的内容 相关的部门 包括特区政府 有和市民各界的朋友 更多的解释 一定要做好更细节的宣传 而且大家可以深入到社区的阶层 和市民解释清楚 这部法律是保障我们正常的市民 守护香港和守法的市民的 到最后人家想挑剥离间 想抹黑 就绝对不会成功的了